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哈喽 观众朋友 今天要带大家来参观一个神秘的地方 咦 怎么 怎么打不开 好啦,其实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一个兜彩预约制的家具设计中心 这里平常都只开放给熟客设计师带业主来参观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预约到了这里 要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个顶级的家具设计中心 Hi Jason 欢迎欢迎欢迎 今天很荣幸来拜访你 欢迎你们 我们今天很开心来拜访台湾顶级家具设计中心的负责人Jeson 你好 我刚刚一踏进来这里就觉得这里好豪华好气派 可以请问一下这里屏数有多大吗 它的总屏数大概有660多屏 那可以带我们赶快去参观一下吗 可以欢迎 推开大门走进方程家具 迎接我的除了热情的Jeson 还有让人震惊的气派高雅氛围 这里处处都美得惊艳 在这个崭新的空间里 每个角落都绝美又充满设计感 这幅画是知名的艺术家吴东龙老师的作品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带的地方是家具设计中心 但在这里已经跟传统的家具产业不一样了 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家具 其实是整个空间的设计 所以除了家具以外还能看到更多的装置展示艺术品 以前传统的家具大概就是我定制酒柜床主 然后你来喜欢你就采购回去 我们现在做的已经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完全客制化的做法 身为顶级的家具设计中心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很多来自各国各大设计师 也包括总监Jason本人设计的家具 还能看到许多大师级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两者相辅相成之下 让整个空间的质感格调更别具特色 我会很注重细节 整个家具不是只有完成而已 它的细节度 它的结合 它的漆法 涂料 面料 都是我们很要求的东西 位处于产业的领导地位 房厂家具一概传统家具产业 让消费者自行选购的营运模式 他们将家具视为设计的灵魂 以客制化的方式和设计师合作 在经过完整的讨论之后 替每个空间不同的设计和风格 配置出最适合最独特的家具 一般传统的家具店 都是由营业人员来做服务 我们公司一定得要具备有 基本的设计理念和美学素养的暖妆设计师 来帮我们的业图做规划 方厂家具和相当多的顶尖设计师合作 其中获奖无数在国际多处有跨国公司 曾经设计亚洲最杰出餐厅等 多项大型设计案 且被育有空间的叙述诗人美名的设计师 刘荣路老师 也是他们的合作设计师之一 我认为家具应该不只是室内设计的一部分 因为就像人的身体一样 就是说血和肉是不可以分开的 那家具也一样 它其实跟空间应该是并行的 我认为家具它跟空间之间的关系是 完全是不可分开的 它甚至是常常它是扮演着一个主角的一个角色 方厂家具对设计有非常创新的想法 他们跳脱传统品牌思维 认为设计师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常常很多人都想要知道趋势是什么 其实趋势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都是会依附在有关于艺术这件事情 艺术的思考 其实艺术是一种哲学 它不是只是依附在美学而已 那艺术这个哲学去了解它之后 在于设计的思考 慢慢的你就会了解说 未来是什么 甚至我就是未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 才会让他们开始和设计师合作 让家具和设计结合 更客制化地完美呈现出 每一件空间设计作品 设计师把空间规划好后 要让整个作品活了起来 就是要把灵魂放进去 我们的家具就是这个灵魂 而设计风格现代简约 且总是贴心符合业主需求的 新锐设计师陈荣升 他拥有许多知名作品 包括台湾阳明山上景观餐厅 The Top屋顶上的设计师周延睿 也都是方厂家具合作的设计师 其实屋顶上的设计发想的风格 是来自于那个桃渊明 有一部作品叫桃花源记 这可能大家都很清楚 那桃花源记里面有提到说 梁池美景然后桑植之鼠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大家都可以想象 就是桃花源好像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地方 所以会想把这样的一个感觉 带到阳明山去 然后让阳明山也变成一个很梦幻 然后很南洋风情的一种感觉 另外的话其实合作经验 我觉得在方厂这边 因为他们其实非常的专业 另外重点是像我刚刚提到的 关于品质的部分 我觉得他们很多的家具的品质的质感 甚至于细节 因为我们设计师其实是会比较 care细节的东西 那在那些细节上 我觉得处理的都非常的精致 我们其实业主来找我们做一个规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必须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他们的使用方式 所以我们慢慢来讲可能在跳脱 除了设计师这方面的一个身份之外 还必须当作他的生活规划室 我们如何帮你规划 是肯定在搬进一个新家之后 最符合你的需求 而不是很像我们可能去出国住饭店 而去习惯这个空间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 这个案子会跟方厂合作 其实有最大的因素是在于 整个在于他们的基地的范围 他们的display这个部分 第一个是他们的内容多 物件多 那业主来这边的时候 其实会很相信他们的一个专业度 方厂家具之所以能获得 众多知名设计师的信任 就是因为他们对专业和品质的讲究 而其实总监Jason和这个产业 息息相关的成长背景 和丰富的经历 以及他热爱极限运动 勇于挑战力求突破的精神 也都是成就了方厂家具成功的重要关键 南商界是销售传统家具的一个集散地 我在那边我学习到了很多 基本上我学习到了家具的制作 家具的结构 然后还有与客人的互动 不过我们当初在卖边销售的时候 台湾的家具还是很传统的 我常常浏览到国外的一些资讯 然后发现国外的意大利 德国的家具制作的相当精美 还有设计感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家具 为什么不能变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那时候找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家具界的年轻一辈的朋友 我们一起到了意大利去参访 一进去里面让我相当惊讶 因为我发现意大利人的制作的家具 线条可以这么简单 颜色可以这么多元 然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这么好 当下我就决定 想要把意大利人的思维 引进台湾 而他们也将眼光放远 走向国际 每年都会带领两岸的设计师 到米兰参观设计展 将更多国际家具理念 带回台湾与世界接轨 我们想要借由我们对于家具的专业 带领两岸顶尖的设计师 一起提升华人对于空间规划的世界地位 最终 房厂家具希望带领产业跳脱传统思维 引进国外更新颖的工艺和美学概念 在结合团队的创意后 能更完美地打造出每个业主的梦想空间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Tasha 那大家都知道Tasha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女生 可是最近真的是因为太忙了 都没有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肌肤 所以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 在美容界已经有25年经验的黄彦彤老师 老师最近专注于科技美容方面 可以套用大数据 让皮肤得到最好的管理 事不宜迟马上跟我去看看吧 欢迎来到宝贝咯 老师你好 那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的 就是我之前有接拍了一个电影关于潜水的 那可能是因为那个工作需要每天都被太阳晒到 然后而且我每天都会接触到海水 然后那个工作之后呢 我的皮肤就变得很脆弱然后很干燥 那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皮肤恢复健康呢 好的我们就马上来检测你的皮肤状况 黄彦彤老师引进美国高科技皮肤检测仪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给予每位顾客最适当的评估和建议 我们会先让客人就是先检测他的皮肤 然后知道他皮肤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皮肤的斑点以及皱纹 还有他皮肤的角质层以及保湿度 那连更深层的部分都透过这个机器可以检测出来 透过仪器可以检测出肉眼看不到的问题 例如较深层的荷尔蒙斑 皮肤敏感或是晒完太阳后紫外线所造成的色斑 而在检测完之后就可以依照检测结果 为顾客规划出完整且专属的调理课程 保养皮肤之前跟保养皮肤之后 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数据就可以非常地清楚 透过科学的一个依据 让消费者知道 这样的一个保养是对它是有帮助的 除了检测肤质 房老师也透过仪器的验证 让顾客清楚看到皮肤恢复健康的情形 人是需要被赞美的 尤其是加上你自己都不用说 人家就自然而然地称赞你说 哇 你最近变好多 我相信对我们自己本身的自信提升 是非常非常地重要的 在黄老师从事美容行业 25年的经验当中 他感受到每位女性朋友 对维持青春美丽的渴望 因此守护顾客的美丽与青春 也成为他的使命 他透过严选绿色无毒塑效的产品 来帮助顾客达成变美变健康的梦想 严选产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坚持严选第一个没有防腐剂 第二个没有矿油 第三个没有酒精成分 没有香料 透过就是对肌肤友善 对冬友善 对环境友善 这样的一个基础 帮客人选择他的保养品一期 就是为他的皮肤把关 当然那个见证的结果是旁人会告诉你说 你越来越漂亮 然后可能皮肤很有光泽 看起来很年轻 你怎么都没变 反而越变越漂亮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产品就更有信息 然后就一直使用下去 帮他选择他适合的成分 帮他做他长期的一个皮肤的一个调理 那在这方面就是从2005年到现在 对这么多年来 我在客人身上验证了 就是可以帮助客人找回他健康美丽 与青春的皮肤 黄老师对每一件事情 都秉持着全力以赴的观念 他不断学习克服难关 靠着工作与自我鼓励而成长茁壮 一路以来的坚持 不但获得顾客的信任与肯定 他所建立的同美容媒体庄园 更成为一个充满爱与感动的所在 本市的彦彤老师 是一个充满爱和使命感的人 他了解每个女人心中最内心的渴望 那我也看到每个顾客对老师的信任 以及他们在这边找到他们 属于他们的健康美丽 我在他身上我也得到很多 我们是心理上蛮沟透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几乎可以无话不说啦 未来黄老师也计划 提供美容师加盟服务 帮助更多人圆梦 让美的事业能发光发热 让每个女人的美丽 不再随着岁月凋零 肌肤重现健康与光彩 市场上的手摇饮料店选择越来越多 甚至每走几步路就能够看到一家 但是在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市场上 要怎么样脱颖而出 被消费者注意到 这时候如果有特色 有不一样的选择 那就是相当重要的 而这考验的就是店家的真本事了 飘出阵阵浓郁凤梨香气的旺春凤 店家门口络绎不绝的人潮 和一旁的可爱凤梨王妹墙 吸引好多消费者在这里拍照打卡 它的蒟蒻的口感很扎实 然后茶感觉是用得特别好 所以就很喜欢他们家的饮料 而且它就是颜色很漂亮 所以很好拍 因为我们就住在附近 然后之前在还没开的时候 然后经过就有闻到凤梨熬煮的味道 然后它是就是蛮天然的味道 但老板和老板娘精心地 挑选台湾土产凤梨 在经过五个小时费心熬煮后 成了凤梨蜜 而这就是他们用来取代 传统饮料中的蔗糖 所选用的独家蜜方 这么炎热的夏天 我坐在这个有点复古的背景 这样喝着这杯超级清爽的茶饮 有没有觉得特别像一个时尚的文青啊 而且这个杯子上的设计超特别的 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杯子的设计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涵 或者是跟您设计的背景 你可以帮我讲一下它的专业吗 因为凤梨是热带水果 所以我们用热带水果跟一些热带植物 来做它整体的构图 阿斯卡其实台湾的饮料店 珍珠好像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耶 那你有没有什么推荐你们的珍珠相关的饮品 那我现在帮你推荐这个 黑凤梨珍珠鲜奶 黑凤梨它是一个品种吗 我怎么没有听过啊 黑凤梨其实我们是取自粤语的谐音 黑粉梅喜欢你 那它也是可以借机告白的一个饮料 那这个黑凤梨珍珠鲜奶里面 它里面有我们的凤梨肉 黑糖珍珠还有鲜奶 它是一个非常口感 丰富有层次的饮料 其实除了凤梨系列的饮料外 诸大百分之百选用台湾原物料的望春凤 对于台湾茶叶的品质挑选也是相当注重 而另外如果是喜欢有饱足感和有嚼劲的朋友 也可以试试他们每天手工现做的蒟若饮料系列 这个是我们店里好喝又好拍的饮料 桂花酸梅蒟若饮 来 让你试试看 哇 它好漂亮哦 那我先喝喝看 好像还有一点桂花的香气 而且这是曼月莓的蒟若嘛 那个蒟若味道不太一样 对啊 这个下面红红的就是曼月莓蒟若 那它的红色是来自天然曼月莓本身的颜色 还有曼月莓果粒 那你喝的时候里面还看到一朵一朵的桂花哦 老板阿斯卡超喜欢凤梨的太太Mavix曾经出国留学 因为当时对台湾食物的情感和思念更燃起了她的思想之情 而望春凤这个品牌名称也就这么诞生了 那当初我们想要创业的牌主因是 因为我太太在国外念书 那她其实很喜欢喝饮料 那也很想念台湾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人在异地 喝到的饮料也可以想起台湾 尤其是一个很具有台湾代表性 比方说像凤梨 对 这样子不管在世界各地 只要喝到这个饮料就会有家乡的感觉这样子 因为有一次在飞机上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坐长龙飞机 然后下飞机以前就放了那个交响乐 然后其中有一首歌是望春凤 所以在准备要创立品牌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 就是望春凤的谐音也有凤梨就叫望春凤 近期即将在珠海破店的望春凤 希望把代表台湾的凤梨和首摇影文化带到海外 让更多人认识 最后套一句他们所说的 在忙碌中偷一杯悠闲的时光吧 耶 这次来到花莲不但是好山好水 好风景更有好建筑超精致超别致的 就在我的背后有看到这个浮雕吗 我一看就觉得超喜欢的感觉 它好别致好优雅哦 刚好做这个造型还有建案的李建筑师就在这边 我们今天有请到他 到底李建筑师这个浮雕怎么会这么特别呢 这个特别应用西班牙的马赛克浮雕砖 那为了搭配整体建筑的这个建案 那因为这个建筑的规划最主要是以单栋住宅为主 然后呢比较用现代日式检约的风格 所以我们在这个用色上会比较用协调性的方式去呈现 是 它旁边还有一块绿地 然后这个是独栋的 这在花莲来讲是非常稀少的对吧 对 没错 因为在花莲市中心寸赌寸金 所以说呢 在花莲市中心很难得遇到这样的一个基地 旁边刚好是公园一定地 它是一块绿地 所以这栋建筑物能够盖独栋的建案 发现第二个建案也超特别的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风格还有它的材料设计 感觉相当有层次感 建筑师我好想要知道你的风格特色 而且我想要好奇知道的是 既然的邱老板既然也来到现场了 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当初松继营造邱董 他找我这个华夏的搭配这个规划设计的时候 因为本身RC的建物比较厚重 所以需要让它用多一点材料带点层次感 可是我有注意到 要用这些层次感的话 应该材料就要很注意 您是不是从材料的地方 就特别细心了 是的 好 那我要直集您的材料厂了 哇 我很喜欢这里耶 我没有想到建材厂它可以跟咖啡厅一样优雅 而且我发现建筑师 它这边的墙面啊 设计啊 都好精致哦 像是这个 在这边的总量还蛮多的 就像艺术家它在挑选原料的搭配一样 那基本上我会依照我建筑规划的属性 然后还有它的外观适合的部分跟内部空间来作为搭配 所以这边的建材大部分都是使用在 建筑外观跟室内的空间里面 像这边这些拉门该不会都是材料耶 有意大利进口啊 西班牙的啊 然后也有台湾厂的 基本上我会依照建筑规划的外观主体的风格来作为一个搭配 那最近比较选择是木纹为主的这种色调 哦 所以是像这个色调吗 对对对 没有错 因为这个是最接近人肤色的颜色 大家消费者可以接受的颜色 我刚刚有注意到这边有一个马戏团 我可以开过来看吧 好 好的 好可爱哦 天哪 它这边有这个粉红色 然后这个黑色的点 再拉开来 诶 这是它的完成品的样子吗 没有错 这个是它基本上把材料贴出来 让一般人很快就可以明了它贴出来小 基本上我们会把建筑规划图 还有外观图跟模拟的部分 然后呢 带业主来这个建材这边来挑选材料 哇塞 建筑师这里就是石材厂 真的有很多的石头耶 谢谢我们邀请到这里的厂长 您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花钢师大理石的结构设计 还有怎么样跟我们的建筑师来合作的呢 建筑师所要的一些材料 然后进行切割 一些他们要的对花纹路 建筑师所要的一些所有的产品 那以用我们大理石来提供 做一个合作的对象 有非常多国外留学的经历 有一些得奖的作品 但是您把这些才华都发挥在花莲 有这么多特别的建筑 是不是因为对花莲有特别的感情呢 从小生活在花莲 然后对这花莲的家乡 蛮有一段感情 希望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的 以及工作专业经验 能够带到花莲的忙 然后为花莲这边做一些贡献 我觉得我们的花莲真的很幸福 能有这么漂亮的建筑物 而且不只是建筑设计 而是从材料开始把关 接下来我们会更期待 建筑师更多的设计 在花莲能够发光发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